世尊守法面对大众 有人听了开悟 有人听了不开悟 未听懂 愈听愈迷惑 怎么样学习呢 对佛的话要两心 敬仰 不由 是我自己有业障 不能够误辱 佛开示了 开示之后 学生要能够误辱 这个开示是圆满的 这个教学成功的 开示误辱 开示是老师的事情 误辱是学生的事情 开示不能误辱那别讲了 但是误辱是真不容易 应光大师教导我们 我们要记住 要怎样才能够误辱 我们今天展开 我们今天展开进院 就是 听 摄述的 摄述摩尼佛的开示 听 主司的讲解 是人开示 是经文 经文太深了 我们无法误辱是 我们无法理解 主司替我们解释 他明白 他详细跟我说明 我们对主司 对佛陆 有没有真诚 尽量之心 这是我们能不能误辱的 信任聚业条件 实际上 释法佛法是一样的 那世间法 中国儒家所说的是世间法 达不到小城 为什么 小城四国超越世界 那儒家没有把秦职放下 所以儒家的境界 没有离开地面 他能伸天 伸逃离天 没有办法伸到空居天 小城有办法伸到空居天 这就比我们高 道教 老子有出师的想法 他有一句名义 无有大患 未无有身 老子说 我最大的忧患 我有着身体 他没有身体多好呢 这个思想是无色 无色接天 无色接天 人不要身体 无印 色受想行识 他不要色 他要受想行识 所以他叫无色接天 圣接天 无印拒组 色受想行识 里头没有情指 情指 但 没有望 不行 离不开欲解 这个我们修佛 不能不知道 好啊 好啊